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自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 已经有超过两万一千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五万人受伤 外界纷纷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批评以军在加沙狂轰滥炸 滥杀无辜 不过以色列空军参谋长 昨天则发布影片博士 指以军在加沙进行的空袭 都是精准的 有针对性的 并没有所谓的无差别攻击 每次进行空袭之前 以军都会根据流程对目标进行确诊 谨守空军作战原则 并且在平民人数最少的区域进行空袭 将伤害降到最低 虽然以军否认滥杀无辜 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昨天公开炮轰以色列 形容他们对加沙的攻击 就犹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内塔尼亚胡的所作所为和纳粹领导人 反对他政权的记者 所以他没有资格对以色列进行道德说教 然而就在以军和哈马斯僵持不下时 网络上再有一次以军逼迫巴勒斯坦男子 半裸跪地的影片流出来 近期再有一次以色列军方 强迫巴勒斯坦人脱衣跪地的影片 在网络上曝光 画面中显示 上百名裸露上身的男子 在士兵的指示下 举起双手 进入操场后 跪坐在草地上 期间 士兵们出动了坦克 并将坦克炮筒指向他们 被拘留的人 还包括了一名婴儿和年迈老人 昨天 以军再次释出最新作战影片 表示他们正在对加沙各处进行搜索 以歼灭哈马斯 并摧毁他们的建设 以军表明 以军的空袭都是精准且有针对性的 强调他们都会尽量 在平民最少的区域进行攻击 镜头转向约旦河西岸 萧嫣四起的战争 导致多名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丧命 昨天 当地民众为几名不幸被乙军杀害的 巴勒斯坦人举行了一场葬礼 其中一名在场的民众 套轰以色列的行为 根本就是滥杀无辜 针对无数平民在战争中死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昨天在一场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说时 强烈抨击以色列攻击加杀的方式 如同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一样 更形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没有区别